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些金的其他特殊功能 也就是所谓的特化的金 金的功能有储存跟繁殖的功能 例如马铃薯 球金甘蓝的快金 这样叫根金 这样的根金是因为它的功能很像根 它在土里面 但它属于金哦 还有洋葱的零金 好这些构造都是金 我怎么知道 它们都有结 只要是金都有结 而根都没有结 马铃薯的结就是牙眼 马铃薯上有牙眼 牙眼就是一个结 那球金甘蓝呢 你们对球金甘蓝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因为你去菜市场跟老板说 老板我要球金甘蓝 什么 不是甘蓝是高利菜 那球金甘蓝是下面这个植物 我们一般叫它大头菜 大头菜 你看这个大头菜它的金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金 它有结的 我现在把结画给你看 这是一个结 结长出叶子来啊 结长出叶饼啊 所以金只有结可以长枝条长芽 牙可以变叶或变花 所以我现在画痕的都是结 哦这真的好多结哦 跟马铃薯像 这就叫球金甘蓝 其实就是大头菜 另外呢 姜的根金 因为这边没有姜的照片 你们回去看姜 姜里面其实有一个区一个区 可以长出根或是它的金的 那就是结 那灵金是什么鬼呢 请看这是洋葱 看到吗 好我把洋葱划在旁边 洋葱中间有根 肥肥厚厚的 然后旁边呢 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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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构造 对 这时候没吃过洋葱 也看过洋葱走路 我现在把中央这个画深一点 这个画深深的 就是它的灵金 这是金 那旁边的一片一片的呢 那个不是灵金 那个叫灵叶 所以洋葱来讲 它的金跟叶 全部都变成储存养分用的 叶子变肥厚 叫灵叶 一片一片的 然后有人当然切成 环状结构拿来炸 或是拿来包 在汉堡中 那中间这一根 才是真正的灵金 灵金其实不大 但是灵金变肥厚 储存养分 旁边一片一片的灵叶 也变肥厚来组成养分 洋葱是灵金跟灵叶 共同储存养分的 那这些金 当然也有所谓的 无性繁殖功能 例如说草莓 草莓是这是一个 这是它的叶子 然后这是葡芙精 然后这是叶子 葡芙精叶子 像这样子 如果这个葡芙精 咔嚓断掉 咔嚓断掉 这三颗就变成 独立的三个个体 就无性繁殖了 一颗变三颗 像蚯蚓一样 切一半 一只蚯蚓里面两只蚯蚓 那莲藕像这是莲藕 莲藕这边不是 一节一节的构造吗 这过来就是长出叶子来的地方 然后下面就长根 所以这就是结 而莲藕当然也有繁殖的功能 我把它切一半 这一块丢到水里面 它就长根长牙 就变成新的子株 以上这是金的特化金 它有特殊的其他功能 讲到这里